北北京一四縣市今天放颱風架 上午有不少民眾看著風雨還沒有變大 湧入了KTV跟電影院 還有民眾在網路上哀嚎說 KTV的包廂定不到位子了 各家的業者也都顯示是客買 更有宜蘭地區的大學生 北上在KTV裡面躲風雨 至於電影院買票人潮也不少 倒是百貨商場有別於以往 在昨天前一晚就快速決定宣布停業 北風飄遠如果大海能夠 好了嗎 旺琴的開唱如果不含咖 兩位來自宜蘭的大學生 恐怕還能再唱個三天三夜 北北京一四縣市三號放颱風架 結果放假人潮湧進KTV包廂大爆滿 很累 燒瞎了 就跳舞 宜蘭雨太大了 對啊 我們來躲雨 真的是青春不怕雨林 風雨嬌不惜想唱歌的心 不少民眾搶在前一晚 宣布放颱風架的那一刻 就搶定包廂 有人搶不到 乾脆轉移陣地 把目標轉向 臨近沒有放颱風架的桃園市 有網友發現桃園KTV的包廂沒有滿 直接改訂桃園 不只唱歌人潮多 這邊也是擠滿人 排隊買電影票 台北市部分映成員工 沒放颱風架 白天還是正常營業 我們想看很久 都沒時間來看 就想說可以放一天假滿開心的 行程基本上不是delay 就是取消 所以就帶家人來看電影 OK OK 今天看哪部 今天看那個芭比 就連政治人物都把握時機 來看最新強檔片 不過有網友也好奇 颱風架有苦命上班的員工 不知道交通有沒有補助 另外勞動局也提醒 外送平台應該通知外送員 要停止外送服務 就是禁止在執行一些外送作業 他們必須要在網上上列 就是要公告 如果外送平台業者 沒有依照這個規定 那我們發現了 我們就會依照知識條例的規定 除2到10萬個罰款 不少民眾還是撐著風雨 較小時外出 只是颱風越晚越逼近 民眾得做好防台準備 謝謝超級贊 乾爹地台北報導